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條片有少少特別 就是不關Kid姐事的 如果大家看開菜街羅文檔口的片 這兩天為什麼會覺得不見了 站在喇叭旁邊 有個大肚腩那個 網上就叫做拉麵哥 其實我上星期已經收到消息 今天當後有人打給我 告訴我拉麵哥 其實十幾天前被人發覺在街上 口吐白抹 就送到港華醫院 昨天有人探望他 不醒人事 醫生都說應該是有心理準備 為什麼我會拍這條片呢 其實希望大家不要想多了 不要說Kid姐又抽水 或者大做文章 其實不是的 拉麵哥和我 是有少少緣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說回少少轉頭 我去年11月26日 第一次去羅文道聽歌 就站在行人路邊 文哥起舞 11月26日 就偷拍我的片 拍了我一條片十五分鐘 就整五萬的人看 當時是沒有人認識我的 我是第一次去羅文道聽歌 文哥起舞 站在圍觀者那裡這樣 拉麵哥 她是第一個 見到我 和我這樣打招呼 和我笑和我打招呼 所以在羅文道後呢 我第一個人認識的 就是拉麵哥 我每次去聽歌 完場之後 我會和她聊天 那我六月十日 在最後一個晚上在香港 翌日就飛 我就和拉麵哥道別 就拍了一條片 和她聊天 和她說拜拜 你知道嗎 那之前我都和她 有說有笑的 那麵哥我是有情意結 就是拉麵哥 有朋友和我說 他說 拉麵哥你不要和她握手 不要黏著她 她不是很乾淨 那樣的 那其實拉麵哥 她是一個流浪者 是沒有家的 她是睡街的 她在公司那裡洗澡 撿垃圾吃 那有些人給錢她 或者給些食證的飯盒給她 那她是流浪者 那阿羅文呢 其實 我好欣賞她 阿羅文是很好人 羅文收留她 在她的檔口裡 叫她幫忙開檔收檔 給她在喇叭旁邊 這樣子 你知道 門無 給她一個落腳地點 她有個寄託 給她一點點錢 變得她是有一種認同感 令到阿拉麵哥 人間有情 即是有人給她一個地方去玩 她每個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 都知道去哪裏 那阿羅文她 那些人經常說阿羅文看錢看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 我想很多檔口 都未必做得到 可以容許一個流浪漢 在檔口裡 還要站到這麼出 拍片傳媒 她入了鏡的 而不介意 那阿羅文和她那兩個女檔主 都去醫院探過她 那所以我收到消息 那希望 就是大家 香港的粉絲 如果 我都不懂得怎麼說話 即是 這個消息我不是很開心 即是 人 算不如天算 兩個禮拜前 她還在檔口裡 在那裏拉麵 在那裏跳舞 那突然之間 她就 在醫院裡 不省人事插了喉 那希望大家 我都不懂怎麼說話 即是 這個消息告訴大家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她 或者探一下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探她 那我在瑞士 我什麼都做不到 那我唯有做到的呢 就是 放回這條片上去 講一講阿拉麵哥 的身世 和 黃國浪文 是幫到她 令到阿拉麵哥 有一個做人的尊嚴 是有一個地方落腳 就不用每天這樣流浪漢 被人家看不起 這條片 我就放回一點點 以前 我和阿拉麵哥聊天 輕鬆言談那些片 給大家再看一看 那希望阿拉麵哥 大埔藍哥 吉人天上 大家要珍惜眼前人 還有要 我都不懂怎麼說話 因為 我真的不懂怎麼說話 我講完了 希望大家 關心一下阿拉麵哥 他現在是在醫院裡 不省人事 大家有心理準備的 醫生說 已經七日八日了 OK 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是Kid姐 拜拜